我在徐州学校后面找到一座古墓 旁边的墙壁上有很多磨牙石刻 其中一篇是来自于宋朝的大网红苏室 可见这个地方肯定不简单 进入后能看到地下铺着红色地毯 还供着一尊石婆婆 整体墓室外面起了一个拱旋结构 上面铺着石板 有点类似于小桥 走近能看到在墓门上方有很多方洞 这是插桩子的 说明这里原来有木制的棚子 只不过我们现在看不到了 旁边墙上有很多人写的到此一游 最出名的肯定是苏氏 当年苏氏自请出京 从杭州通判到密州之州 再到徐州之州 后来乌台事案发生 自此世间再无苏氏 只剩苏东坡 所以这里的题课还是很有意义的 不过我仔细研究了一下纪年 大部分都是元明时期 有智政也有天启 转头和附近修坟的大叔聊天 他跟我说 你看这块碑上面的字 被人凿去一部分 当年要不是这样做 这块碑估计也被砸了 通过这里保留下来的文字能了解 这里被当做宗教用途并不是近年为之 而早在诵经时期就已经是殿雨了 在我的旁边这里有一个文宝碑 写的叫环腿十世墓 推测墓主人是司马环腿 司马环腿他是春秋时期人 春秋时期 你让他修这么大个衙墓 我认为不现实 所以我推测这里的墓主人是北洞山汉墓的妃子 但当然这只是我的余点 大家有不同意见 评论区点 在文宝碑的前面还有蓝板以及监柱 柱头雕刻有莲花图样 记得上次我到这里的时候还没有这些 不知从哪里发现他们后转移到了这里 进入墓室 侧面墙上被开凿了平台 这是改做电雨后弄的 为的是方便放塑像 地下铺了红地毯 正前面供着一尊石婆婆 右侧是两间侧室 里面地上散落的很多石构件 能看出来有柱子 颜色差距比较大的这个应该是狮子头 整体开凿非常平滑 另一边也是两间侧室 墙壁上已经被常年的香火熏黑 侧室与侧室之间有个锅栋相连 不过山体明显有崩塌痕迹 周边散落的很多石块 墙上还有很大的一条裂缝 文宝碑说的牧主人环腿 他是宋国的司马 一般我们称他为司马环腿 当年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到了宋国 司马环腿想要杀了孔子 结果他弟弟司马牛给孔子说了 孔子一开始说不怕 一副谁都杀不了我的姿态 但反过头来就吓跑了 跑的那是比谁都快 大家都知道城门失火 殃及吃鱼 但在司马环腿这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叫做宋君王珠殃及吃鱼 说的是环腿得了一些宝珠 宋国国君想要据为己有 便把环腿的家给抄了 结果没找到 就问环腿放哪了 环腿说扔鱼池里了 于是宋景宫下令排干鱼池 结果也没找到 这故事被记录在了吕氏春秋 整座墓室凿山为藏 这不符合春秋时期的丧葬习惯 毕竟那时候流行不封不述 我到过很多春秋大墓 全部都是树穴土坑墓 连个树穴石坑都没见过 更别说崖墓了 这个位置距离北洞山汉墓很近 就在洞山小学后边 其实这里我算故地重游 前年就来过 那时候北洞山还没有开放 今年听说北洞山开放又专门来的徐州 顺便来看看这位老朋友 好了兄弟们 我是任爱情 这样我就准备下山了 好 好